大家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攝影情報室 今集就不是講新器材著 今集就看到日本的SeaWatch有篇文章 就講有關Nikon的博物館 怎樣去做一些玻璃和克服玻璃的過程 即是光學玻璃,當然是指製造鏡頭 製造不同光學產品的玻璃 所以今集就想做一些詳細的功課 之後就跟大家詳細解說 大家不知道去過在Nikon的近品川區域的博物館是沒有 其實那裏附近有富士的長裂室,也有Canon的長裂室 通常大家都會去Nikon Museum朝聖,有些紀念品很吸引 也有常設展,有些Nikon不同年代的產品,也有些特展 今集是講其中一些特展的特色 嚴規正傳,其實大家不知道對光學玻璃研究有多少 正常來說,鏡頭這件事由19世紀中頁開始有誕生的時候 其實那時的鏡頭,鏡片是一般玻璃 當然你說會有些不同的面子去打磨,或者是鏡頭的結構 都開始用一些雙高絲,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排列方法 去做到不同的焦距 但其實整體來說,到50年代,即1950年二次大戰之後 大部分鏡頭才開始,很多公司,或者很多光學技術的突破才慢慢開始 而整件事去到大概70年代,80年代,就由一個很傳統機械化的年代 即手動鏡頭到機械相機,就開始慢慢轉到對於光學產品的要求特別多了 其實那個年代已經有一些好東西了 即是CALS已經研究了一些給美國淡準儲用的 一些特別的鏡頭 鏡片會有一些新研發的成分 令到它那個適散,以及對於光學的曉射現象的矯正 是有幫助的 那,即是拿了西方的經驗,然後變成東方,即是日本那邊 其實對於製造玻璃都開始慢慢去改善 那,其實現在大家經常聽,即是高折射指數的玻璃,這些低色散鏡片,其實大部分都是在70年代 那時慢慢開始誕生出來的 即是最經典,如果你是攝影相,你是有一定經驗的 那時Nikon出了一支G182.8 EDAIS 那那支鏡頭就即是,是開始我覺得是Nikon打向第一頭炮 即是將這些鏡片融入去一個現代化鏡頭設計的,即是其中一個里程碑 那但是,即是,當現在很多數碼上,它已經的像素越來越高 對於解像力的要求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人聞上,開了100%去對比看 那機身也都,即是,那個像素由最初的可能200多萬,300多萬,600多萬,800多萬 那到現在6100萬,那甚至來可能會有一些更加再高像素的機身 那鏡頭整理都會問了,吃不吃到那個,即是,機身的解像度呢 或者是跟不跟得上機身的解像度呢 那這個是可能很多普羅影有,整天需要面對的問題來的 那我可以很簡單地跟大家說,其實,好的玻璃其實其中一個定義是怎樣呢 即是,其實光學玻璃呢,你會發覺跟普通的玻璃,例如你是用在普通窗上面的玻璃,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首先第一樣東西,那個透光率,透光率是會高很多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即是,Nikon這個指南啦 那它首先,你會告訴你,光學玻璃,和一個普通玻璃的分別 那它是,做了一些,不同顏色的LED燈 那透過一塊,大概有10cm的,即是10cm的,長度的磚,你就會發覺,光學玻璃的那個透光度呢,是高很多的 我以前曾經說過,其實前幾年經常見到一些很便宜的濾鏡 就會告訴你,光學的透光度,UV濾鏡的透光度只有97.5% 其實算高的已經比一般的玻璃好 但是97.5%通常你都會發覺有2.5%的流失,光量都很多 亦都會影響不同波長的光線進入玻璃時的表現 從而投射到鏡頭或鏡頭上的效果不是最好 漂亮的光學玻璃以往我們會聽到有Scott的玻璃 在德國那邊去做,也在Kalsais那邊去拉攪常用 日本自己的Nikon都會做,Nikon其實是在日本其中一間 有自己玻璃研發技術的公司來的 所以你看到Nikon除了出鏡頭之外,也有眼鏡,顯微鏡,望遠鏡 跟玻璃產品相關的都很多 延歸正傳,其實Nikon一向從50年代至70年代 慢慢開始把玻璃研究技術慢慢推進 令到光學玻璃出來的透光率比以前高了很多 你會看到從展覽上的分別會清晰很多 還有對於不同的光譜上的光線 的Wave Link,透射率和聚焦率都會有很多 透射率就是不同的Wave Link都可以容許通過 甚至有些ED的鏡片,或是接近螢石的鏡片 接近人工螢石的鏡片 它對於紫外光那邊的UV透光程度是更加高的 令到整支鏡片出來的對於光線吸納的能力是好很多 那你會問,怎樣才可以做到一般比較好的光學玻璃呢? 其實做光學玻璃和做光學玻璃在初期的過程都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說說到在50年代至70年代就會比較傳統一些 那它是純粹靠一個好像煲仔飯的砵 即是看Nikon這個展覽就會這樣說 將不同的玻璃原料放進去大概800度至1400度的高溫 然後慢慢去加熱30至35小時 按師傅的經驗和當時的天氣、濕度、溫度的環境去做一個處理 那之後就很快去把水冷卻了這一類型的原料 變成爆出來的那塊就是一塊玄石的玻璃 再在玄石玻璃上去找一些適合的材設位置去做一些光學玻璃 其實這個方法是很傳統的 亦都可以生產到相對純正的玻璃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很多時候它因為用水冷卻的過程 令到那個玄石的玻璃出來的形狀是很差不齊的 那變成很多時候就很難去製造一些很大型的玻璃 所以你看到其實在50年代、60年代 那種此有個技術去做一些比較 302.8大型的鏡頭 其實很多時候都因為那個量率不高 就是量率損耗是很厲害的 而令到沒有可能做得到一些比較大型的鏡片 那但是 隨著那個技術的進步 那現在會用一個混合溶爐的方法去做 那生產出來的玻璃就不是一塊爆出來急速冷卻的玄玻璃 那它就好像一個做水冷的情況 那將一些原料混合了 不斷去攪拌 即是不同的空氣、不同的情況 令到它玻璃裡面的雜質慢慢減少 和那個玻璃的化學反應慢慢形成 然後再透過賭注 令到它就會壓出來一片玻璃片 那這一個新的方法就令到玻璃的製造量率高了很多 和可以大快很多 那如果大家有去過Nikon Museum 它就會展示了幾件不同的很大型的產品 最初代的人工合成的石鷹 你會見到它 它都是大概2米高 和它的重量是15kg 都不是很多 那 先修正一下 不是2米高 只是20cm 只不過是 那但後來呢 它有一件 做得很大件 它應該是 有沒有幾錯 擺在門口的 就是去到150kg 那幾乎1米 你整個人坐上去都可以做得到 那大型的 就是人工合成的石鷹磚 那你就會發覺它可以用在不同的 就是 除了相機鏡頭之外 更加大型的光學器材上面 那所以 製造玻璃的技術呢 是比以前先進了很多的 那其實原來 大家不知道 其實呢 有幾種光學玻璃呢 那其實現在 就是根據Nikon的資料 其實全球大概有200種光學玻璃 那由不同的公司 用不同的成分去配合 那即使是Nikon自己呢 它都有能力生產115種 去到115種 那 這幅圖就告訴大家 在Nikon的工廠裏面 1970年就展示了它115種 自己生產的玻璃 那為什麼你說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不同的玻璃呢 其實每一種玻璃的摺石指數 對波長光線的透光率 和那個表現都是不同的 那光學設計師很多時候 就是要用 簡選不同的玻璃 去做一個合成 那令到整個Optical Part 即是光學 進入鏡頭的時候的表現 是 即是 發揮到臨離盡子 那以往來說 就真的要靠設計師 慢慢 好小心 自己去配對 去做 嘗試 去Try and Error 去找一個最好的組合 那但是 現在呢 就很多時候會用電腦去量度那個 玻璃的透光率 不同的位置 還有 擺哪裏都好 令到整個鏡頭的設計 還有那個解像力 還有那個中央和邊緣的畫質 那個分野的距離 都是縮小了很多的 但是你們會問 其實 其實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 又或者可能 蠢一點的問題 如果我不管價錢 我要打造一支全 整支鏡頭 都是用這些 或者用超低色彩的玻璃 或者用高至射指數的玻璃去做的鏡頭 那行不行呢 那沒說不行的 那理論上 但是也都 當 某一些 即是你用了一些特別超注的玻璃 那其實它選號 即是它有些特性呢 是 走在那邊的 可以這麼簡單地說 即是剛才說過 例如這些鏡片 或者人工的形石呢 其實它會 那個色域的那個偏向 它是會走到紫外桿 即是 光譜上面 紫外桿 偏左那邊的段 即是波長是短很多的 那當 波長短很多有一個問題 那你都有日常光的 都有可見光的 那你怎樣去處理呢 那所以光學設計師 怎樣都不可以說 整支鏡頭 都會用一些特殊玻璃的 一定是局部這樣用 那去到某一個鏡頭組 再會用回普通玻璃 去遷就某一些 波長的光線 那所以就變成 其實設計鏡頭 是一件很複雜 或者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藝術 如果你說 一定是需要很久的經驗 而且也很需要電腦去做一個輔助 那你說 咦 不是啊 我不知道 我經常見過有時候 有些廠 是可以透過打磨的技術 令到玻璃的通透程度 是高了很多 但是其實 通透程度高了很多 其實那個分別 就像剛才所說 就是 普通玻璃都可以打磨到很通透的 但是 它對於 就是光線最後那一部分 例如 就是 剛才說到 德國那邊 會有Skog的玻璃 那它就是 基本上 做到最厲害的那個 指數 是去到99.7% 那只不過有0.3% 是 經過那個玻璃之後 就是 損耗了 那其實已經叫做好透的了 那其實如果大家有經驗 以前玩過一些 就是 德國做的Context的鏡頭 其實它 比同年 70年代 的鏡頭 那個通透程度 那個玻璃呢 日本的Canon 啦 Nikon的 就是不同的導磨 那都是 真的有些距離的 會T星導磨 是真的做得比較好的 那當然你說 去到現代化 是不是現在還是這樣的故事呢 其實就很難說 因為其實 製造玻璃其實本身是一個 好 損耗率都幾高 還有 都需要特別設備的廠 才可以做得到 就是 以Nikon來講 它因為 就是有很多年歷史 那它本身以前 未 40年代 未生產相機之前 其實它是做 鏡頭玻璃 那還有做光的產品 那所以它才可以做得到 這樣的 就是規模 或者是這方面的技術 去做很多不同的研究 那但是如果你說 以我所知 可能是 韓國的 三樣 或者是 Iris那些 那其實它基本上都是 光顧其他不同的公司 去配合它的玻璃 去再設計自己的鏡頭 那這個都是比較 正路一些的做法 那如果像Nikon 那它自己去做 那它一定要有這麼多的生意規模 才可以生產到一些鏡頭出來 那你說現在來說 你問Iron 其實呢 最厲害的光顧玻璃 是哪一類呢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每一間廠都有自己 不同的叫法 那我很笨 都用Nikon的Wording 這樣說 其實在光譜上面 就是 如果你說 折石指數 所有東西 螢石都還是暫時是 No.1的 那但是人工做的螢石 或者Nikon 就是普通 那就是 Dexil Sine的玻璃 那已經很接近螢石的了 那還有整體上來講 它 你會發覺 其中一個圖 在Nikon博物館 都會顯示給你聽 1969年 即是做的不同的光顧玻璃 和2022年用的光顧玻璃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摘石指數是高再高很多 那還有呢 它對於不同的波長的光線 吸收能力是好很多的 那所以你會發覺 現在其實你拿一支 Zman的S-Line的 7202.8的鏡頭 和當年AFS的 7202.8的鏡頭 其實分別都會很明顯的 很多時候它會對於 Sensor那個 即是 色彩還原的感應 影像那個 聚焦的能力 即是那個光學聚焦的能力 不同波長的光線的吸收能力 都比以前好很多 那所以令到 製造成本高了很多 即是其實 如果以普通的 即是以現代化最高級的玻璃呢 其實一塊可能超過 即是 圓圓的成本可能是超過十幾美金 十幾美金 比當年可能是十倍以上的產品 那所以變了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研發費用 那令到整件事是複雜了很多 另外打磨玻璃本身也是很重要的 以往打磨玻璃的技術 可能真的 純粹靠水磨機 慢慢去磨回不同的形狀 甚至要靠人手去打磨 即是拉架 Canon 還有呢 也都 面對一些飛球面 就更加難去做 因為飛球面是真的要 可能 打磨玻璃本身都要做一些改善 才可以設計得很好的 但是 現在可能多了很多不同的技術 合成的飛球面 雙面的飛球面 可能甚至是 用倒磨的方式 已經去做到飛球面出來 那在玻璃壓住的技術 又比以前的進步了很多 那你會問 其實普遍來說 就是入侯之後 光學玻璃的發展是怎樣呢 那現在其實看了一些新的Journal 可能會有一些 液化玻璃 什麼叫液化玻璃呢 它就是 它會隨著不同的 通的電荷 或者用磁力的感應 去令到它改變它的表面的形狀 那對於某一些產品 其實現在都在用 主要是工業上去用 去調整它的特性 但是也嘗試有些廠 開始用這類型的玻璃 去做一個乾壹的矯正 令到出來的色散的修正 色差的修正 是比傳統的光學玻璃的排列好很多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 牽涉到鏡頭的體積可能大了 對於那個穩定性 長期使用 是不是會有一件好的好事 那些問題都是要去克服的 所以到現在來說 都未見到有一些很特別的 就是 商業化了的液化玻璃的鏡頭產品 那還有另外就是 接下來可能之後也都會有一個 就是 對於sensor上面的像素 這麼細型的一個玻璃 就是一個microconductor 上面的一些小尺的玻璃 那也都開始會慢慢微型化 令到對於sensor的聚光能力 那所有的東西都是要靠 玻璃本身去做得好 才會有更加再高一層的光學質素 那所以你透過去看這些嘗試展 你會發覺 其實有一支鏡頭 整出來的玻璃 是絕對不容易的 那還有 其實我想現在來說 我想即使Nikon 其實它都會有一些 去買回來的玻璃 應該不說 去配合它自己的不同的鏡頭 那所以 真的 除非 你說我是用拉架 拉架大部分玻璃 都是自己去做 或者甚至 就是採購 都是在附近歐洲的不同的採購 那但是 你又不要忘記 那其實一支 自用對焦的變焦鏡 其實玻璃的複雜程度 其實 按片排上 可能比拉架的定焦鏡 是複雜很多 那所以 其實做玻璃呢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希望透過 我很粗略地去解釋 再配合圖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日本 可以去東京 實地看看 因為這個展覽 去到明年二月的 那有很多 就是Econ 這麼多年製造 不同的玻璃的 的Display 的產品 去告訴大家 那它現在 比前幾年我去好很多 我看到它很多不同的相片 它都中英混雜的 不是中英混雜 日英混雜 那至少你慢慢看 其實你會看得明白它說什麼 那是會對於 就是 了解整個 背後的技術 是會好很多 那 歡迎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都一起研究 其實 大家都是 就是透過節目 那我都 我自己都懂了一些東西 那又可以解釋一些東西 給大家聽 其實呢 透過玻璃技術的進步 你才會發現 為什麼現在的鏡頭 以前你會覺得 騰龍 Sigma 副廠鏡 但是現在為什麼 好像特飛猛進的 新的鏡頭 你真的完全跟原廠 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個質素 就是完全的色彩表現 解像力 那當然原廠也都有一些很漂亮 但是你付出的價錢 是幾倍以上 就 解釋了一個新現象 就是為什麼現在 副廠追到原廠這麼近 甚至好 原廠 而原廠也都有一些很超級的鏡頭 那就是因為那個光學技術 其實是在後面製造玻璃的技術 是慢慢進步了的 好 那今集節目時間是這麼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